介绍道圣汉福 道圣汉福 Kafu Inamori 1932年1月到原郡弥生亭 现在的日南市 生是一位著名的日本企业家 哲学家 慈善家和文化人 他是今次QSERA公司和KDDI公司 日本第二大电信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道圣汉福也是日本现代企业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管理哲学和人生观 对日本和世界商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圣汉福的企业哲学被称为I的经营 Amoeba Management 这是一种以尊重人的尊严和幸福为中心的管理哲学 他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是为社会贡献 为员工提供稳定的工作和安全感 以及为股东创造经济利益 他还主张以互利共存为企业目标 这是一种以共同发展和繁荣为目的的经营模式 既照顾了企业的发展 也照顾了员工和社会的需要 除了企业活动之外 道圣汉福还是一位关心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慈善家 他成立了道圣财团法人汉福文化基金会 和道圣财团法人汉福基金会 用来支援青年发展 国际交流 文化和艺术等多个领域 道圣汉福的贡献和成就 获得了各方面的肯定和赞誉 他被授予了许多荣誉和奖项 包括美国勋章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日本勋一等蓄与大寿章等 他还是京都大学 东京大学 库拉索大学等多个大学的名誉博士 道圣汉福的名言 道圣汉福是一位具有深厚智慧的企业家和哲学家 他的言论充满了人生哲理和启示 以下是他的一些著名名言 做事要热情 付出必须超过所得 才有成功的可能 不求一定要对自己有利 如果这样 永远不会有真正的伙伴关系 心无旁骛的工作 就是最好的冥想 一定要有热情 才能完成艰苦的任务 对于自己的成长和贡献 应该感恩 而不是抱怨 为人处事应该谦虚 学习自己不懂的事情 而不是自以为是 一个人的成就 不是靠自己一己之力 而是要依靠他人的支持和帮助 只要人类存在 就必须有关心他人 支援他人的爱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 只有克服自己的懦弱和惰性 才能发挥出来 做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要有决心和毅力 只要不放弃 就能够克服困难 取得成功 道圣汉福的著作 道圣汉福是一位思想深邃的 企业家和哲学家 他的著作丰富多彩 包括企业管理 人生哲学 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 以下是道圣汉福的一些 代表性著作 爱的经营 这是道圣汉福的代表作之一 书中介绍了他的企业管理哲学 爱的经营 这种管理哲学 以尊重人的尊严和幸福为中心 强调互利共存 和共同发展 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典范之一 我的青年时代 这本书是道圣汉福的自传 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和奋斗历程 介绍了他的哲学和价值观 对于青年人的成长和发展 具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跨越文化的友谊 这本书是道圣汉福关于文化交流的著作 他在书中介绍了他与美国 中国 印度等多个国家的文化交流经历 强调了文化交流 对于促进人类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性 从零开始的经营 这本书是道圣汉福介绍金瓷公司创业历程的著作 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和公司的成长和发展 介绍了他的管理哲学和成功的秘诀 热情的哲学 这本书是道圣汉福关于人生哲学的著作 他在书中介绍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思考 强调了热情和毅力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对于人生的追求和意义 具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道圣汉福的企业经营 道圣汉福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 他所创立的金瓷公司 是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之一 下面是一些道圣汉福的企业经营理念和实践 培养人才 道圣汉福强调企业的成功 不仅依赖于产品和技术 更依赖于优秀的人才 他提倡企业要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 鼓励员工学习和成长 爱的经营 道圣汉福提出爱的经营理念 及尊重人的尊严和幸福 以互利共存和共同发展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模式 他认为只有关心员工和顾客 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成功和持续发展 创新和研发 道圣汉福对研发投入非常重视 金瓷公司在陶瓷 半导体 太阳能等多个领域都有卓越的技术和产品 他提倡企业要始终保持创新和开拓精神 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和挑战 价值观和责任 道圣汉福强调 企业必须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对社会和环境承担责任 他倡导企业要尊重环境 保护生态 维护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 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 全球化和文化交流 道圣汉福推崇全球化和文化交流 今次公司在全球拥有广泛的业务和客户群 他提倡企业要尊重各种文化和价值观 融合不同文化和思想 实现多元共存和共同发展 道圣汉福如何让日本航空再生 道圣汉福曾经成功地帮助日本航空 下由从破产边缘上扭转局面 以下是他的一些做法 培养人才 道圣汉福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人才 他认为培养优秀的人才非常重要 因此他提出了爱的经营理念 并将这种理念应用于JAL 他鼓励员工对工作充满热情和责任感 并提供了良好的培训和发展机会 创新和改变 道圣汉福认为企业必须始终保持创新和开拓精神 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和挑战 在JAL破产后 他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包括缩减航线和裁剪员工 以及减少运营成本 同时加强了航空公司的市场营销和推广力度 价值观和责任 道圣汉福强调 企业必须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在JAL破产后 他强调了企业应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态度 并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经济和财务管理 道圣汉福强调企业必须严格控制成本 增加收入 并实施有效的财务管理 在JAL破产后 他将大量资金投入该公司 帮助JAL重建财务状况 纵上所述 道圣汉福通过提高人才素质 推进创新和改革 强调价值观和责任 以及实施有效的财务管理等措施 帮助JAL翻身 道圣汉福的新闻事件 道圣汉福在其一生中 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 以下是其中的几个 创立京都银行 道圣汉福于1961年创立了京都银行 并在该银行的经营管理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通过实行爱的经营理念 将该银行打造成为 日本最成功的地方银行之一 担任日本航空公司总裁 道圣汉福在1985年至1990年期间 担任日本航空公司总裁 他在该职位上 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帮助JAL从破产边缘上 扭转了局面 道圣淑 道圣汉福于1987年成立了道圣淑 该淑是一个 旨在培养优秀企业家 和领袖的培训机构 该淑至今仍在运作 被誉为日本最受尊敬的商学院之一 与女星合作 道圣汉福曾与日本女演员 冰田美术合作拍摄广告 广告的主题是 真诚和爱的力量 反映了道圣汉福 重视爱和人情的理念 道圣汉福逝世 道圣汉福于2012年4月1日 隐移脏癌去世 享年96岁 他的趣事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悼念 介绍道圣淑 道圣淑是由日本企业家道圣汉福 在1987年创立的一所培养未来领袖 和企业家的培训机构 道圣汉福的创办宗旨是 通过传授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技能 帮助学员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道圣淑的培训课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道圣淑准备班 主要面向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 旨在培养他们的基本素质和领导能力 第二阶段是道圣淑实施班 主要面向已经具有一定经验和能力的 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家 旨在帮助他们掌握领导技能和创新能力 从而实现自我和企业的更高水平的发展 道圣淑的教育里面强调真诚 爱和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道圣汉福认为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仅要拥有卓越的经营技能 还要具备真诚 热情 勇气和爱心 关注员工和社会的福祉 道圣淑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这些素质的人才 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道圣淑的教育课程采用独特的学习方法 包括集体学习 个人思考 实践研练等多种方式 道圣淑还定期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企业家和学者 进行讲座和交流 帮助学员拓宽视野 提高素质 如今 道圣淑已经成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之一 吸引了众多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人才前来学习 道圣汉福的影响力 道圣汉福被誉为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他的主要影响力 创立了京都陶瓷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等知名企业 道圣汉福作为企业家 在经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功的实践案例 他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被广泛传播 并且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推崇人文关怀的经营理念 道圣汉福强调 企业家应该重视人文关怀 关注员工的福利和社会的发展 他的理念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为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创立了道圣书 道圣书是道圣汉福创办的一所 培养未来领袖和企业家的培训机构 通过传授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技能 道圣汉福帮助学员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并且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人才 建立员工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他的理念在日本的企业界和社会中 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推广 总之道圣汉福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和领袖 他的理念和实践对日本和世界的企业文化和社会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